狠沙茫茫風大變 金草低頭酒連綿 月兒空照千里酒 抬頭遙望北黑鬼夜 黃的圓上半雲間 這輩子都沒有看到這麼壯觀的流沙景下 牆地何須遠遠流 春風不獨於蒙國 黑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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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10點鐘才來到了國門口岸 這邊挺白華嫩鬧的 就在廣場上面租了一個晚上 現在已經刮起了大風了 我們要把裝備收起來 然後去吃個飯去開國門 這個能挺多 看一下有什麼好吃 今天中午吃一份牛肉粉湯 一個餅子還有一份涼菜 看這個牛肉感覺也挺多的 嘗一下味道 嘗一下味道 嗯 還行 涼菜嘗一下 應該是酸酸辣辣 吃飽飯去國門逛一逛 這後面就是國門了 裡面有一個中門邊貌市場 但是這裡門乖了進不去 本來還想進去買點東西的 但是沒有開門啊 昨天還買懷期待著今天啊 能進國門去看看買點東西 想不到進不去啊 所以呢 只好回去了 這裡離俄吉那呢 有80公里左右 如果說是走小路 當地牧民走的小路的話 那就需要100多公里了 所以呢 我打算走小路啊 不想走重複的路線 除非呢 就是搭車回去 我想了想還是走小路吧 但是那條小路不確定 能不能通往河吉那啊 我也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 我現在打算去買點菜 買點水就出發了 這邊的物資實在是太少了 買了點水泡麵一個包菜 走了 剛剛那家水果沒有 而且貴啊 這裡有一家 看一下 哎呀 哈哈 這個小房間裡面 都是水果蔬菜 買一點買一點 這個好新鮮 不過這邊的水果也貴啊 但是也沒辦法 想吃的話就得買 來一個這個香瓜 又買了點水果 又買了點水 我生怕在戈壁灘裡面用水不自由啊 所以多買了點就是東西種了很多了 離開這個加油站 然後這條小路啊 我已經找到了 這條小路以前是拉煤的 但是現在荒廢了 往這裡進去是沒有牧民的 而且沒有手機信號了 今天又要斷更了 希望明天能夠順利的騎出去啊 在戈壁灘上面 住一個晚上 祝我好運吧 這條土路啊 已經被挖掉了 小汽車是過不來的 自營車的話 只能把它推下去 推過去 每每恰恰還能過 哎呀 太上來 哇 想不到在這荒霧冷液的戈壁灘 居然有幾座房子 應該之前這邊修電線流下的吧 這邊的天氣啊 實在是太惡劣了 最怕這裡就是狂風天氣啊 之前呢 這條路上還是有車輛經過這裡的 但是現在荒廢了以後啊 一輛車輛都沒有 而且沒有人 真正意義上變成了戈壁灘上面的無冷區了 這種沒有人類活動的地方 野生動物特別的多 就是那邊有廣闊的草原 看看今天是否有趣能預警 所以晚上的話一定要想辦法找個避風的 而且必須得兩天之內騎出去 要不然我的水食物用完了就完蛋了 這裡沒有人的 像這種沙石路一天我估計只能最多能騎50公里左右 哎呀 只能推了 這個騎不了了 這咋搞啊 這個路啊已經被這個沙漠給它埋沒了 我看一下騎到周圍的隔壁灘上面去看看 是否稍微好一些 這邊根本就騎不了 沙子實在是太深了 差不多有20多公分啊 這推的話也不現實 攝影車放那邊來這裡躲一下風休息一下吧 吃點牛肉乾 這裡有個小土堆啊 可以擋一下風 我也考慮啊 今天一定要早一點露營啊 如果時間弄歪了找不到能躲發的地方 那就糟糕了 我都有點後悔來這條路的說實話 在這個茫茫的隔壁灘 荒無能野的 咕嚕嚕嚕的停了一輛自行車 考驗一下這輛自行車 在這麼跌坡的路上會不會骰降 但是呢這輛自行車的輪胎啊 它不是塞地車的輪胎 公路車的輪胎提起來很費勁的容易打滑 自行車放在後面 然後去採索一番那個後面的建築物 不遠處100米 這裡啊是一個廢棄的砂石廠 以前這邊修路流下來的 哎呀外面風太大了 比較髒啊都是沙子 不過如果想搭帳門的話 這個位置可以搭 有一塊水泥地 正好可以擋下風 我就繼續往前面走了 這個地方也不是特別的理想 主要是時間還早 我往那個方向走 一望無盡啦 有壹點 無垂阿 無垂阿 都沒有人 突然在到外面 做好 來不及 往那個方向走 然後 雞尾巴 官衡 Sis 这辈子都没有开到这么壮观的流沙景象 包括在新疆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子 居然在内蒙古这边开到了 无能机找不回来了 你看一下这个无能机 又在前面了我要去找无能机了 跟着这个导航剑头符号找 在山区在戈壁台上面应该是挺好找的 应该是在这个东西 在哪里啊 在戈壁台上面慢慢找啊 应该能找到回来 找到了找到你看还是挺准的 哎呀这个全部都沙子 我 我有时候要快身呢 这个好玩意 这个好玩意 哇 我可以吃得到 我buchad 你吃得到 我的天国 我这个好玩意 我 secara 我喜欢你 我好玩意 能不能把这一点 然而我 我肯定了 黄河沿上白云街 一天不尝半岸山 将地何许愿扬流 春风不予斑断 阿佳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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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 在这种大风天气飞无能机 我就打算炸机的风险再飞的 刚刚为什么把无能机给飞丢了 因为这个风太大了 飞机飞不回来 它只能顺风飞 一风的话飞机就动不了 所以火胆子也是很大的 墙地和夕阳洋流 春风不独立宝贯 去看一下 行车先放这里 这风太大了 不知道我有没有好的运气 门乖了 我想这个门乖了 你看这个地方叫黑风口 怪不得这边的风这么的大 晚上不能再往前面走了 再躲一下风 这个墙面可以躲 虽然说这个房间里面进不去 要么就在这里搭个帐篷也行 都是沙子 我底部 还有这种 都是沙子 先把帐篷给搭起来吧 我看一下等到晚上的11点钟12点钟 这风会不会停 哎呀 这里的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信号塔下面 屋子后面搭了个帐篷 将就一个晚上了 但是这个地盯啊打不牢啊 因为把帐篷搭到外面来的话 这风啊会吹到啊 搭在里面的话地盯打不了 然后外面的话可以打 只能将就住一晚了 这边点长呀 那表不够啊 哇 树根 哎呀 这个树根 俘赖了 这边有 这已经黑了 先在罩口里面躲一会儿 等风停了再做饭 现在是做不了饭的 做出来的饭全部都是沙子 哎呀这个 只能躺在这里 这上面是一块水泥地 搭在外面外风太大了 我现在休息一下太累了 今天这个放的真的太狠了 刚刚解柴火 一栋刺啊树枝 这里还有一个怪不得这么疼 把它拔出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厚派呀 如果说我今天要是找不到这个小屋子挡一下风的话 在戈壁他里面就算把地币所有打起来 今天晚上肯定是睡不吵觉的 现在做饭是做不了了 等了半个小时了 这个风还没有停 如果时代没有办法的话 只能吃一点零食了 看到明天 明天风难停的吧 只能明天做饭的 哎呀 这里离 骑出去 还有好 好远好远 明天一天不知道能不能走得出去 明天要是还走不出去的话 可能会比较造罪了 今天天气要是没有这么恶劣的话 两天时间 是足够走出去的 今天起个八十公里七八十公里 但是没想到这里的路 哎呀没法说 再加上这个风 现在是晚上的 凌晨12点钟了 风啊终于停了 戈壁台上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这个肚子饿得不行了 所以 做点饭吃一下 我 有包菜 然后有米饭 明天我在想 怎么样才能骑得出去 如果不发风的话 还好一些 如果还像今天这么风那么大 我都担心 明天出不去了 过饭吧 这边的 晚上气温啊 非常非常低啊 幸亏我这个衣服带的比较多一些 终于把这个火给它升起来了 晚上天气有点冷啊 烤一烤火 这个灯啊 贼亮贼亮的 开了两载灯 今天这个包菜啊 非常的新鲜 外面这层不要了 给它 拉掉 包菜呢比较耐放 不容易坏 味道也挺错 我还挺喜欢的 米饭已经泡了半个小时了 先煮米饭吧 四颗冰河 再爆加 这个必须要门火炒 可以啊 来点酱油 加点水 开饭了 今天这个米饭煮的刚刚好 可以啊 没有烧焦 终于可以开饭了 先来一口热腾腾的包菜 今天这个包子好吃 新鲜 哎呀 买足啊 感觉在外面荒芜能业的地方吃饭特别香特别美味 主要是自己做的 新鲜的菜 没有沙子了 吃起来好吃 上一次刮饭做饭绝不都是沙子 嗯 嗯 哦 嗯 晚上把这件冬天的羽绒裤给它穿起来 不过破了很多洞 但是保暖还是没问题的 幸亏我带了这个保暖的衣物 要不来在这里挨洞 收拾好东西 躲进睡袋 好好的休息 今天的视频也没有解 晚上还得解视频了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解得出来 因为现在实在是太晚了 凌晨2点 要解到明天早上吗 我先躺一会 腰水被痛的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一定要骑出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发 曼从 小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就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遜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